学生考上了台大医科补习班赶紧刊登榜单大大的宣传 结果没想到因此挨告了 原来是被公布姓名的两位学生并没有在这一间补习班上过课 而是兼课老师在外其他地方教的学生 这样的做法呢违反了个子法 法院认定补习班班主任有疏失 判处有期徒刑两个月 而这个判例也造成了业界首例 自由生录取名校医学系补习班与有荣烟 一般都会刊登出这样的榜单 大大当作宣传广告 但有业者没有做好查证被学生一撞告上了法院 我们并没有办法直接就是跟学生端取得同意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是有行政上的疏失 我们也联系不到学生 因为其实这个资料其实是由这个徐老师 在我们这边授课老师他给我们的 这间在台北车站附近的李峰文教补习班 民国106年有兼课老师告知 自己教的两个学生考上了台大医科 补习班就将学生的姓名以及毕业学校等内容 印证成榜单刊登在网站上 事后却被提高了违反个资法 原来这名监课老师所带的学生 并没有在补习班上课 而是老师在外授课的其他学生 补习班一时间属于查证 负责的班主任 因此招判有期徒刑两个月 得一颗法金 由这个事件之后 我们已经开始在深入的检讨 我们从2018年开始 在我们补习班里面所放的这一些 就是学生成绩的表现榜单 都是在我们这边上课的学生 业者说一般监课老师上课前 都会提供教导的自由学生名单 给家长参考 或是用来当作补习班的宣传 这回事发后已经检讨改进 但也怀疑根本是同业竞争 主要的原因其实是 背后有其他的 可能补习班的同业在失利 所以基本上这两个学生 他也并不是说一定要提高 补习班一时不察 冒用了学生个资 被判处有罪也成为了业界首例 记者前章张士奎台北报导